朝鲜半岛对台海那个更危险 美国的赌注挑起半岛军事冲突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12日 这里是台海时局观察 我是殷胡 半岛局势岌岌可危 正处于极不稳定的时刻 这种观点并非言过其实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 释放了一系列的重要讯号 这是这类看法的关键根据 首先美国和韩国最近 对朝鲜半岛积极施压干预 导致前世紧张升级 实际上半岛的大部分紧张前世 主要源自于美国和韩国 可以说是美国地缘政治利益造成的结果 若为美国的地缘政治考量 朝鲜半岛问题或许不会存在 朝鲜战争始于新冷战时期 是美国和苏联在半岛竞争 以及朝鲜内部族群熬顿的结果 中国也被迫卷入朝鲜战争 导致半岛局势长期受到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 因此半岛局势的变化 实质上是比较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每一次半岛局势紧张的背后 基本上都有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挑起的动机 而这次的半岛局势紧张 实际上也是受到中美地缘博弈的影响 美国正在竭尽所能地对中国施压 试图在中国周遭复制类似乌克兰的危机 以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 一旦人们对中国感到不安 资本才有可能涌向美国 进而挽救美国的经济 在这个背景下 美国利用韩国的安全担忧焦虑 不断复制半岛的各种冲突 以增强在东亚地区存在的理由 这种做法必然引起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等国的反弹 使得半岛局势日益紧张 而俄罗斯和朝鲜之间近期愈发紧密的互动 也值得关注俄乌危机的爆发 源于美俄矛盾 才会导致美国和北约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 尽管这战争表面上 看似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但实际上却是美国为了控制欧亚大陆而挑起 目的就是试图分化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 目前欧战争能在继续 而俄罗斯与朝鲜的接近 表明两国在战略和现实利益上 日趋一致 这种趋势表明朝鲜半岛的形势 可能渐渐趋近于乌克兰局势 并且可能展开深层次的军事和经济合作 以符合双方的安全和利益 朝鲜可以通过向俄罗斯出口武器 来获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 并扩大自身的军事实力 而这种合作也可能包括军事技术的交流 特别是在朝鲜拥有潜射核导弹的情况下 直接对韩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最近朝鲜下水了首艘战术核攻击潜艇 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关注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典礼上表示 这种潜艇不再是朝鲜的侵略象征 而是朝鲜的自主力量 这一消息不只震撼了美韩与朝鲜 海上核威胁的担忧 也引发了韩国内部的政治讨论 近期中方多次参加朝鲜举办的重大政治活动 这种频繁的互动 不仅是基于中朝两国长期的友好传统 更重要的是 因为外部存在着共同的压力 中国和朝鲜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 自然不得不加强合作 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当前美国韩国计划高调庆祝 仁川登陆73周年 和美韩同盟成立70周年 这个活动的政治性质 超乎美韩同盟成立70周年 才是更令人担忧的事件 仁川登陆是朝鲜战争前期的关键战役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高调庆祝意味着 它不仅是向朝鲜施压的手段 更是挑衅中国 中韩隔着黄海相望 美韩在黄海举行大规模军事远期 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 是极为不智的行为 中国自然会做出回应 如果是在东海和黄渤海 进行军事远期 封锁黄海 也是应对美韩的直接挑战 以对其产生威慑之力 中国在兵力和战力上 占有绝对优势 可以对美韩的军队进行打击 美韩的军队在这里 此次自讨没趣 此外 俄罗斯正面临 战料和其他装备短缺的问题 如果朝鲜有意愿 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以支援而军 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行动 这种支持 对俄罗斯来说也极为重要 但如果朝鲜开始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那实际上就是落实了间接参与俄乌战争 这将对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目前台海局势也紧张 但美国和中国都没有立即进行全面冲突的意思 然而半岛局势如果升级 就可能导致美国挑起半岛军事冲突 更可能迫使中国资源朝鲜 这可能又要引发一场不得不分出胜户的战争 所以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相对于台海局势 显然更加危险 韩国是否能够承受住这种风险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而美国也必须谨慎考虑 是否该进场玩下这一把赌注 这些转型的情况下 您可能给您了解决